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肖战主演的《德显紧致》剧情丰富,惊喜连连。 娱乐圈最近可谓风起云涌,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消息源源不断地涌现,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莫过于即将开机的肖战新作《德显紧致》了。 这部有顶级导演孔生轻力打造的电影。 一经曝光就在网络上引发了轰动效应,让整个娱乐圈沸腾不已。 据悉,该片不仅拥有强大的幕后制作团队,还将呈现肖战全新的演技突破, 无疑令广大影迷引颈而待,迫不及待想要一睹为快。 作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实力派演员,肖战在前作中塑造的深情痴缠, 高冷脱俗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然而在这部新作中,它将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 据悉,该片的故事背景设置在1943年的厄西战场, 肖战将饰演一名带领年轻人在战火中绽放的无名英雄。 这无疑是对它演技的全新挑战。 而那英勇无畏的英雄姿态,仿佛在向我们宣告, 来吧,让我来拯救这片硝烟弥漫的战场。 可以说,对于肖战的粉丝们来说, 这无疑是一次极其难得的升级体验。 从此前在荧幕上展现的深情脱俗形象。 到如今即将在荧幕上呈现的硬汉英雄形象, 肖战无疑将为观众们带来一场视觉与感官的双重盛宴。 我们不禁为之感到兴奋和期待, 恨不得立刻冲到荧幕前一睹为快。 不仅如此,这部电影的幕后团队也是实力非凡。 除了备受好评的导演孔生之外, 编剧蓝小龙和制片人洪洪亮也都是业内的顶级高手。 再加上彭玉畅、尼大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可以说是大制作中的大制作了。 这样强大的阵容无一味电影的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我相信只要有这样的团队加持, 加上肖战出色的演技得显景致一定会成为 今年最备受瞩目的现象及作品。 我们不禁要感叹,肖战真是个全能型演员啊。 从陈情令中执着痴缠的魏无限, 到狼殿下中冷酷高贵的急冲。 再到如今即将在荧幕上饰演的英勇无畏的战场英雄, 他无疑不能完美驾驭。 这种从容不迫的演技转变,让人不禁感慨, 这个小哥哥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新人了, 而是一位真正的实力派演员。 而对于这部电影的剧情走向, 我们也是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据悉, 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设置在1943年的鄂西战场。 肖战饰演的男主角江带领一群年轻人在这场硝烟弥漫的战火中绽放异彩。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那些震撼人心的战争英雄故事。 不禁对这群勇敢的年轻人在战火中的表现充满了好奇。 他们会如何面对那些惊心动魄的战场考验? 又会如何在那片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发光发热? 这无疑成为了我们最为期待的亮点所在。 而对于肖战个人来说, 这部电影无疑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从此前在荧幕上呈现的深情脱俗形象, 到如今要饰演一名硬汉英雄, 这无疑对他的演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要展现出高超的动作技巧, 还需要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 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强大的力量和勇气。 我相信, 凭借着肖战出色的演技功底和对角色的独特诠释, 他一定能够完美地演绎这一英雄形象, 给我们呈现一个令人难忘的经典角色。 我们也不禁为肖战感到由衷的自豪。 作为一个忠实的战魂粉, 我见证了他从最初的青涩新人, 到如今成长为备受瞩目的实力派演员。 无论是在陈情令还是狼殿下中, 他都用自己的出色演技为观众们带来了深刻的印象。 而如今能够参演这样一部备受瞩目的电影, 也再一次印证了他的实力。 我相信, 只要他全力以赴, 一定能够完美诠释这个角色, 给我们呈现一个震撼人心的英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除了实力强大之外, 在创意和创新方面也是独树一致。 据悉, 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设置在1943年的恶西战场, 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题材。 在此之前, 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战争题材多是集中在抗日战争或朝鲜战争等热点时期。 而这部电影却选择了相对冷门的恶西战场, 这无疑增添了不少新鲜感。 再加上电影在塑造英雄形象方面也有了新的尝试。 不再是那种一味的正气凛然, 而是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英雄内心世界的刻画上, 这也必将为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 我相信, 有这样强大的幕后团队加持, 加上肖战出色的演技, 得显紧致一定会成为今年备受瞩目的现象及作品。 就算是目前还不知道具体剧情, 但光是这些看点, 我们就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最终的成片了。 这部电影无疑将给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感官的双重盛宴, 无论是在故事创意还是角色塑造方面, 相信都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总之, 对于这部即将开拍的肖战新作得显紧致, 我们满怀期待与好奇。 相信只要有这样强大的幕后团队和实力演员加盟, 定能为观众带来一部震撼人心的优质作品。 我们拭目以待, 相信这部电影必将成为今年最备受瞩目的现象及作品。 感谢观看